毒药随身带,陈家庚不惧死亡追捕 这是陈家庚 这也是陈家庚 不是大佬爱变装,都是现实所迫 1941年12月,日本入侵东南亚 陈家庚临危受命,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 直至新加坡沦陷,英军全线溃退 才匆忙撤离,前往印尼避难 最终他替须改装,改姓化名 与吉美校友组成家庭,藏身小城马郎 这栋房子就是他避难三年住的地方 不得不说,大佬永远是大佬 天大的事都慌不了一点 当日军发出一百万悬赏击捕陈家庚时 他竟然在写书 避难三年,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 他将人生四十多年的所见所历 写成近四十万言的长篇巨著 《南桥回忆录》 而他临危不乱的法宝 是随身携带的剧毒情话甲 被捕又如何,大不了以身殉国 陈家庚早已有了为国献身的准备